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崇倫 上個星期連續兩個友邦跟台灣斷交 這個事情現在發展出的趨勢會不會繼續下去 然後大陸跟其他的國家在後面的考慮又在哪裡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的 黃金正教授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黃金正教授好 崇倫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連續這兩個國家跟台灣斷交 你怎麼看 尤其是當然大家有談了不同的原因 比如說因為對方的實力 經貿實力越來越強 對方能夠給的援助也遠遠的越來越超過我們 或者是說這是大陸針對蔡英文政府長久不再談 九二共識這個給的一個衝擊 尤其是在大選前 你怎麼考慮這樣的因素呢 這次的斷交當然我們要數起來的話 因素有好幾個 一個就是我們有很多的邦交國他們已經在思考 要不要跟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 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了 並不是突如其來的 第二個就是可能因為最近我們兩岸關係一直不好 然後又跟美國走得很近 再加上最近有軍售案 那麼中國大陸的外交部他一定會遭受一些批評 所以他必須要平衡一下 然後第三個原因就是可能美國和澳大利亞 我們分開講好了 美國最近一年來 非常希望協助台灣在鞏固我們自己的邦交國 不論是中美洲或者是南太 那麼雖然美國願意幫忙 但是他使用的力道 那麼他的採取的途徑 是不是有助於我們維新那個邦交 這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澳大利亞 我們在經營南太的關係的時候 有些時候跟澳大利亞的利益 不一定是完全平行 有的時候變成是衝突的 也就是說澳大利亞他可能不希望 我們南太的友邦國家跟中國大陸建交 可是他並不是完全順著台灣希望走的模式 而是澳大利亞自己想要單獨控制那些島國 所以跟我們的利害未必完全交集 所以一方面是我們邦交國他自己本身的意願 一方面是中國大陸實力的增強 一方面是我們的友盟國家 這個可以說側翼協助並沒有湊效 那麼導致了這個不幸的事情 接續發生 當然對我們衝擊是很大的 我們如果說要極力挽回的話 有沒有辦法做到 比如說這一次聽說 這個索羅門群島他要的就是一架飛機 那我們這邊就是只肯用貸款 不願意整個的援助他一架飛機 那這個難道是因為在這個上面的一些考慮 算計如果我們再加一點碼 可能就可以維持這個邦交呢 還是說對方也其實是在兩岸之間在彼此的要價的 我覺得就整個大的形勢來講 我們就算加碼可以維持 讓它在上個禮拜不發生 那並不表示之後多久的時間之內絕對不會發生 那它還是亮紅燈的一個區域 另外以吉里巴斯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本來就已經在那邊設有這些航天的一些觀測戰 所以就趨勢上面來講 我們確實如果請全國之力 不計成本代價 不計毀譽 不考慮國內凱資外交的批評 那麼用金錢外交的方式用力去維持 我想應該可以撐一陣子 但它並不一定能夠改變整個大的一個趨勢 事實上我們也試圖地去影響 包括索羅門群島就說 我們出價要想要買兩個億元 這一個億元的價碼是100萬美金 這是天價 那如果是能夠把這兩個爭取過來的話 也許可以改變這個決定 那這個是索羅門群島 它甚至要趕快跟台灣要斷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你覺得可能嗎 就是說我們不擇手段的希望在最後一刻能夠挽回 這個我不知道實際的內情 也不是完全無法想像 只是說我們從他內閣的會議的最後投票的結果來看 兩個議員改變不了那個投票的結果 結果沒有人反對 不是棄權就是贊成嘛 對不對 對 那麼再加上我們看到他這個的文稿 包括當時的調查報告以及斷交以後 總理對他人民所表述的內情來講的話 那麼幾乎我們去動用重金啊 去想要逆轉 恐怕也很難成功 到時候有可能錢又丟在水裡面 我想回到就是中國大陸的 因為不管怎麼樣 總是中國大陸要跟對方建交 才會斷交嘛 那在上個禮拜傳出來說 有一個所謂台灣戒選計畫 就是由習辦親自操刀 預算無上限 包括用斷交 包括用軍事繞島巡航的方式 就是過海峽中線的方式 包括要斷掉這個 即使團體旅遊到台灣 在大選之前 給台灣施加壓力 希望能夠影響台灣的選舉 第一個 你覺得這個有可能是這個計畫嗎 第二個是如果沒有這個計畫 是無稽之談的話 又怎麼解釋連續的在四天當中 斷了兩個國家 這絕對也不應該是巧合吧 你怎麼看 我自己覺得啦 習近平他自己是中共國安委的主任 他是外事領導小組的小組長 他是中央對台工作小組的小組長 那所有的事情現在定於一尊 你說是習辦主導 其實所有的事情都變成他主導嘛 那所以我個人是要把 我覺得想要區分開來 就是涉台系統 在台灣目前的兩岸關係的情況之下 對台可能有哪一些硬手段 很可能會有一些備案 也就是說他們本來就想好 可以出台的一些政策 讓台灣有感 那麼這些東西應該本來存在 但是我個人比較傾向 不會覺得是總書記親自來主持 來擬定一個計劃來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子有一點小看了 中國大陸的決策系統 那麼可能也有一點拖大了 這個對台工作 他必須要用這麼綿密的方式 來搞一個台灣的選舉 因為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習近平在他第二任期開始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就是走一條路線 就是台灣問題的解決 基本上歸根結底 還是要看大陸本身的發展 這條主軸是很清楚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 中國大陸他對於我們邦交國本身 那個我們現在有的邦交國 跟中國大陸有接觸的比比皆是 那如果說比較便宜的方法就是撿一些目前已經發生的事情 再加上一點想像力去說出他有一個介選計劃 我個人比較覺得這個情節弱福實情 但是我不覺得會有一個背後有這麼大一個計劃 而且是從習辦親自抄到什麼預算無上限 我覺得這些東西就小說話的情況比較高了 當然現在我們只剩下15個邦交國 就像你說的 有很多我們現在邦交國 他們跟大陸之間也是眉來眼去 甚至在大陸那邊設立的辦事處 規模就等於大使館了 只是一夜之間就可以變過去了 對 會不會有一個危機就是 在可見的幾年當中 我們會失掉所有的邦交國 那如果是那樣子的話 對於中華民國的這個定位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現在已經有主張台獨的人已經說了 這是太好的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重新開始 用台灣的名義跟國際來建交 當然這個說起來是有一點荒謬 但是你完全沒有了邦交國 這個對於中華民國在國際的存在 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不是嗎 那當然 這個因為我們的國際承認 我們的國際人格 他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我們現在15國已經受到嚴重的威脅了 如果再斷交到了各位數字的話 那個威脅就非常非常大 非常明顯了 情緒上面我們可能會有一種邏輯 就是說反正斷光的話 我們就重新來過換個名字 這個不是這個行走江湖 這不是這不是在國際上面 依照國際法在這個強權中間 可以隨便行走的一件事情 所以停留在想像我表示同情 但是實際上面我們必須要維持一定的邦交國 才能夠讓我們後續在國際 不管是國際組織 國際參與 還有我們用什麼樣的身分去跟 境外 國外的相對的對口來往 這個都非常的重要 我們在國際法上面的定位 雖然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但是我們的法人人格資格是在的 如果我們都把它掉以輕心覺得說 那就反正都是小國又要花錢 所以大家這個上個禮拜 可能大家因為斷交可能有點情緒 所以網民有很多人說 那斷一個交就省好多錢 在這種我覺得作為一個政府 作為一個國家 都不可以用這樣子的思維去考慮 那麼至於說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必須全部改權跟章 也就是說我們再也不去努力維持邦交 我們就另外一種聲音就是 我們全力去維繫那個吳邦交大國 因為他才跟我們的利益最攸關 這樣就好 我覺得這是自我安慰 那個確定是沒有正式邦交關係的 即使是大國 他隨時可以政策改變 那個不能拿來當作救濟的方法 當然我們現在蔡政府是已經強調了 我們不跟大陸玩這個金錢外交戰 但是你連續已經斷了六個 從蔡總統上任以來 這個當然是很大的一個打擊 你覺得你個人贊不贊成 我們想辦法找大陸比較弱的邦交國 把他們給挖回來 當然這裡面是要付出一些代價的 那這個也可能會點燃起我們跟大陸之間的外交戰 但是你自己如果評估的話 這是不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或者是這是可以做的 正在國家立場所有的選項都不能夠排除 但是剛剛的那種可能性 以及它的優先順序我覺得是很低的 我個人也不會認為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去動用很龐大的資源 去爭取一個國家再重新跟我們建立邦交 這種短期 企圖在國內的輿論市場獲利的東西 它基本上是一個很難維持成果 或勝利成果的一個做法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自己 還有好幾個拉緊報的地方 我們今天把所有資源去投注在一兩個 可能會轉向的國家 那個反而中國大陸它的制裁手段 會讓我們丟掉更多的國家 如果我們比數字的話 所以我認為那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問題 我覺得基本上這是一個長期的競爭 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要穩住而不亂 那麼在盡一切的努力之下 盡量的在原則允許的情況之下 國家財政能力可以承擔的情況之下 我們維持住一個局面 近代官變 因為我覺得很多跟中國大陸建交的國家 也有所謂unfulfilled promises 就是中國大陸答應的給予他們的建設 或者是援助沒有到位的也存在 那麼我覺得不需要現在硬的頭皮去把它拉回來 那個只製造國內的一部分政治效果 國際版面都不會存在的這種新聞 我覺得不需要去花 那麼反倒是經過一段時間 或許我們不要因為慎怒或者是悲傷 而改變我們既有的這個路徑 我相信好好的做繼續用善意來做的話 那些小國它我相信在某一個時間點 應該會有轉機 我個人覺得我們現在確實是受到很沉重的打擊 體質也比較差 在我們身體受這個體力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們國內也有競選的時候 去考慮再爬上擂台去跟人家打架 我覺得基本上並不聰明 我最後想問 就是說當然從藍營的立場來說 他們就批評現在的蔡政府說 你之所以現在斷交這麼多 都是因為你不重申九二共識的關係 那在馬政府時期 幾乎沒有斷交除了甘比亞 甘比亞也是先跟台灣斷 但是大陸沒有同意跟他建交 但是這個邏輯是被綠營批評的 說你這樣子等於是 從大陸手上討飯吃 就是用這個方式來維持外交修兵 是仰賴大陸的對你的善意 你怎麼看這兩個不同的說法 對於一個正常國家的外交部來講 當然不會想到要去做某一些事情 讓大陸對我們產生同情感 或者是為了某一些爭取台灣的民心 而故意留一手 讓我們不會受到太嚴重的衝擊 正常的國家當然不會希望如此 所以綠營的批評 說過去講說什麼外交修兵 結果變外交修客 可是最後的成果是綠營斷交 藍營沒有斷交 雖然我們不能夠複製 過去馬政府時期的兩岸關係 因為畢竟馬總統當選的時候 大陸領導人是胡錦濤 那麼所以習近平上來以後 是另外一個因素 習近平的因素加進來以後 兩岸形勢相對就已經嚴峻了 為什麼現在我們會有這麼大的壓力 是因為美國又有了川普因素 又有了美中的長期競爭 這些都發生從2017年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以後 它整個戰略調整轉向 所以大環境上面 讓我們是變成左右不逢源的 情況之下產生這樣子的結果 我覺得現在相互指責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我只強調一點 結果上來講 為了維繫我們的國格 為了維繫我們的國際承認 我們要儘量減少被斷交的外部因素 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中間包括處理好兩岸關係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這個我們是要去努力 我們不能說今天跟大陸和睦相處 就是要犯 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那無故的去挑釁北京 然後招致了斷交的後果 那這個的話我們自己也要檢討 所以我覺得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年剛好碰到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們全體國人有一個機會再去思考一下 就是我們到底要採取哪一個途徑 最能夠維護中華民國主權 我想要講的就是我們國家的主權 除了我們自己心裡的感覺 我們憲法的規定以外 很重要的部分是外交承認 就是國際承認 所以捍衛中華民國主權不是靠嘴巴 而是靠我們自己的努力 另外一方面還是必須要有外交承認 所以如果說我們這些小國我們都不要 我們還是有主權 那是嘴巴講的 捍衛國家主權要靠邦交的維繫 我們下一段我們繼續跟黃介正來討論 就是剛剛黃教授開始的時候有講了 其實這一次這兩個國家斷交 跟以前不大一樣的地方在於 我們有美國跟澳洲這樣的友邦 希望能夠從旁協助 但是協助的時候 往往跟我們本身的利益 似乎也有一些落差 這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這裡面也牽涉到中國大陸 最近在南太平洋不斷的擴張 我們等一下回來繼續談